来看到日本关西台商会 在去年年底完成新旧会长交接之后 第十一届团队正式启动 并在今年召开第一次礼监事会议 会长于秀霞发表任内会晤目标 而礼监事会结束之后 也和千业台湾商会举办了联合交流座谈会 开创日本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成立四年来 关东地区商会与关西台商会 首度食物交流的先例 日本关西台商会在大阪市 召开第十一届第一次礼监事会议 针对本年度活动架构会晤联络平台 辅导清商部募集新会员 制作创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等议题 进行讨论会长于秀霞 也颁发新任干部当选证书 并为清商部新旧部长交接尖交 由清商部部长陈向宇 将硬性交接给新任部长林亚平 在报告任内会晤发展计划时 于秀霞希望将会员数由八十人提升到一百人 带动会晤发展 我想我在这个再练了两年 我希望把我们的这个会晤带动 那我想要把我们的会员增加到一零一 那我也希望说把我们这个关系地区 不只是大阪 我们还有京都奈良 还有我们宿国都要把他所有的台商引进到我们关系台商社会来 副会长兼财务长洪立华 报告本年度会员及理监事会以上人员缴责费状况 并决议补助大阪中华学校的助学金 由今年开始实施 临时动议时则经投票决定 推举现任监事长潘振兴 代表关系台商会 参选第五届日总监事长一职 潘振兴希望桥界先进 多多给予支持及鼓励 理监事会议结束后 千页台湾商会会长林玉玲 率执行部及青年部五位成员前来拜会 预定在三月参选第五届日本台商总会长的林玉玲 借机向关系台商会理监事 说明他参选的决心 他提到去年参加关系台商会忘年会 继20周年纪念大会时深受感动 也希望此行能让两地青商结合 凝聚年轻人对母会的相信力 我这次利用这个机会 他们也是让我一个机会 让我带我们的青商来跟关系的青商结合 那这结合的意义就是因为大家互相了解 做朋友 因为我们是一个日总是个大家庭 那青商是我们以后的台商 就是说那青商我们要让他们觉得说 他们的向心力在哪里 我们不会这么用 我们这么用心 这么成功的我们会在这边 就等着他们来给我们取经 两地青商会在介绍成员及活动概况后 相互提问 针对会务营运会员凝聚力 及募集新成员等问题交换意见 关系青商部长林亚萍表示 双方都期待往后还有机会 跟其他地区青商交流会晤 就有亲业的会长跟青商部的人 能做交流实在是很幸运 就是刚上队所以不太 所以这个青商的这些活动都还没有 很熟悉所以能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交流 还有一起成长 今天跟这个大阪的青商交流 其实我们感受蛮成 因为其实青商 每个人从通道点 其实都差不多 那希望说之后还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就是大阪 不管是大阪或是各个地方的青商 可以做一些交流这样子 会中两地青商决定 择日旅游互访或一同举办活动 加深彼此的认识 长辈们也期待两地青商的连结 能够扩大日本各地商会的互动 台湾宏观电视 吴敏儒 日本大阪采访报导